今日的ET各股推介 推介大家留意 资金矿业299 多种大宗商品 在疫情和俄乌战局的影响下 供应受限 价格持续攀升 令资源股成为通胀市下的少数赢家 当中同价近期已创超过10年以来的新高 高盛预期在供需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影响下 在同价今年内仍然可以 由现水平再上升10%至20% 早前在同价低位部署同矿 现在开采并稳定供应的同矿股 可以享受封城的收成 例如上个星期公布良好贵迹的资金矿业 资金矿业今年第一季实现营收 是647亿7千万元人民币 按年上升3成6 规模公司的净利润 按年上升143% 去到61亿2千万元人民币 按季升幅是四成 单季度的利润就创出历史新高 顺利实现开门红 考虑对紫金正加速迈进全球矿业前3至5名 中金就维持公司跑赢行业的评级 目标价上调9%至17.8% 对应预测2022和23年的市盈率是15倍和14倍 受惠同价上升和贵迹因素 至今上个星期累计是上升6%至13.88% 突破接近一年的横行区间走势向好 不过上星期同时传出 公司位于内蒙古无证采矿并且被立案调查的消息 未来有机会被罚款 短期有机会会影响到股价的表现 可以留意更低位去买入 12.3%可以吸纳 上网就16元 失手10元就需要自舍了